12月8号至10号 2023至2024赛季国际华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战 将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 12月4号 中国队在比赛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 中国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刘少昂 在训练后的采访中表示 希望可以延续世界杯前几战的比赛状态 我们也希望我们还继续可以拿 在北京也好好努力努力吧 我听说卖票的时候 已经等了四分钟 然后就都卖没了 然后这次还是比赛运会的时候 关注人也比较多一些 所以就是不是说有压力 但是可以说就是指定会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就是比赛的那个精神 上赛季因伤病暂离国际赛场的 北京冬奥会冠军任子威 将在本站比赛正式回归 这也是他时隔600余天重返国际赛场 任子威表示当前自己处于一个向上爬坡的状态 现在肯定跟两年前的赛季的身体状态会进行水平肯定有所下降嘛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往上爬坡的一个状态 因为一二战的时候可能训练周期可能相对比较短 就是没办法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吧 然后这战可能也是就是 就是全力以赴吧 就希望能够自己的表现的会很好 此次重返北京冬奥会夺金福地首都体育馆比赛 任子威表示自己没有包袱 走下领奖台后一切就重新开始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其实是没有包袱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领奖台走下来就是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啊 或者说就是冠军运动员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输了就输了 赢了就赢了 我觉得每一场比赛我都会全力以赴 在世界杯前两战比赛中 中国队在团体赛中表现出色 男女混合接力队连续斩获前两战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 第二战比赛拿下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 短道素华国家集训队主教练张经表示 中国运动员以集体荣誉为目标 他们的心和魂都凝聚在一起 通过前段时间的一个世界杯比赛 可以看出很多运动员有他们自身的一个提高 在这个期间我们能看到 我们可能在团体的一个比赛当中的一个优势 在世界杯的第一战第二战上 我觉得他们真是确实达到了我们一个锻炼 磨合相互之间一个交接推人的一个目的 中国运动员首先他就是以这个集体荣誉为目标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这个魂都在这 所以这也是他们能够说把这个项目打得更零零尽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能力吧 据了解本次北京战比赛预计将有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 裁判员国际官员共计约350人参赛 期待中国短道速滑队拿到理想成绩 新型地区的肉体 芥末 出色归 出色Lan